黃毓民議員 多謝主席 工聯會陳婉嫻議員提出議案討論標準公時在這個時候就非常合時 標準公時委員會3月提出所謂合約公時 只是認同立法規定日後僱傭合約要列明公時、休息和食飯時間、有沒有超時、補水等等 建議用於各行、各業及公種合約細節再討論 強調規管公時不應一刀切執行 在上星期委員會表示委員一致同意三大原則 包括立法規管公時、規定合庫融合約必須定名公時等等 我們已經看到所謂港共政權的所謂法定標準公時的輪廓 就是偏袒商界、對勞工界的訴求虛應了事 本席記得其中一位勞方委員公聯會的理事長吳秋北 曾經表示勞工界要有耐性慢慢說服資方 接著就被陳婉嫻議員批評他經驗不足、欠證明 堂堂一個公聯會的理事長 你不是站在勞工界的立場,這真是令人非常遺憾 香港人數來要忍受很長的公時 國際金融機構瑞士銀行2012年發表的價格與收入報告指出 香港人均年度工作時間是2296小時 高於全球的1915小時和亞洲的2154小時平均人均年度工作時間 位列全球第五高公時的地區 這個現象就是大右派特區政府盲目發展經濟 縱容僱主剝削僱員的惡果 要努力賺取微博薪酬的基層僱員 僱員要忍受過場的公時 百嶺階層一樣不例外,同樣要犧牲個人 身心健康和家庭生活,難以維持生計 天可連見 為何香港人到今天仍然要接受第三世界的工作待遇呢 商界當然反對,一如既往最低工資 立法時一樣,最厲害的就是危言聳聽 接著就是恐嚇勒索,八個字可以形容 香港的經濟結構充滿壟斷,妨礙了新競爭者的出現 亦減少勞工就業的選擇和叫價的能力 所以僱主可以肆意剝削員工 造成這個職位零散化,低薪、長工時的現象 三十二個半你都夠膽死的,張建宗 對不對 多給五毛錢都不給,我已經罵了很多次了 這些心態已經看到了 你那個最低工資,委員會將他三十二元 喂,即是要三十二個半,三十二個半,真的很離譜 看到他的心態都見微知著 最厲害的是損害營商環境,影響經濟力,推高失業率 全部都是陳康藍調,最低工資實施後出現這些現象 是嗎?局長 你門心自問 最低工資實施後出現損害營商環境,影響經濟力,推高失業率 香港的經濟,無論上升下滑,都有很多客觀因素 不是單一因為勞工叫價高,或者最低工資標準工時 就營商環境不行了 租金貴你不說 是不是? 現在大陸降低關稅水貨,沒得做 香港零售一定是下滑,受外面的環境影響,這些你不說 是不是? 說來講我都是三福比,專門針對勞工界 即是很多時候見到香港現在這樣的環境,你真是火都來了 好像最近劍橋 那件事又關你事了,一見到你我就上頭,不知為何對你情有獨鍾 是不是? 現在就叫死死氣,把那個什麼代用券抽回來 暫緩私行,明明知道不行的了 這些私刑安老院全部都是找老襯的 是不是? 早幾天我說,我如何形容這些私刑安老院呢?主席 這些私刑安老院 是那些無依掌者的人間煉獄 你千萬不要去啊 我告訴你,明天 寧願家裡刮老襯也不要去 2011年7月 本席隨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到南韓考察標準公時的經驗 發現 南韓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以購買力來計算 2004年實施40小時工作週 之後是持續上升的 由21630美元升到2010年的29000美元 當地國會議員也引述企業統計調查指出 標準公時減低之後 僱員的收入沒有顯著的改變 由此可見不少流行的右派經濟學主張 好像是跟整體經濟著想 但實際上不過是少數財閥的一己之師 如果你們這些所謂商界代表 說的那個理據 是說得通的 歐美地區那些全部躺街 那些國家,那些先進國家 有標準公時那些,經濟全部崩潰 是不是? 還有什麼運行呢? 政府的角色 即是局長 理應是作各種社群、族群的中間人、仲裁者 制定一套平衡各方權益的政策 避免不同群體之間出現嚴重的衝突 但是特區政府就為苦作仗 在多項勞工議題中、愚弄大眾 在最近這個標準公時委員會的會議中 竟然反對工資算高於月薪一萬五千元 以免涵蓋所有僱园 你這真是卑鄙無恥 我認為這種做法是 過場的工時肯定是損害 市民的身體健康 那是不是要增加公共醫療的負擔? 這個道理一致那麼淺 更何況現在提出的四十四個小時一周 大哥,這是最卑微的要求 基本上是 是不是? 香港 是一個藉著發展之名、奴役人民 經濟繁榮壓倒生活質素的地方 去年有一首流行歌 你快樂過生活,我拼命去生存 香港很多年青人都心有同感 我們爭取標準公時 就是要維護勞工的尊嚴和生活質素 令他們更多在公餘的時間陪伴家人 發掘自己的興趣,重新生活 主席 本席要求立法規管公時 每周標準公時定為四十四小時 超時工作必須保身 涵蓋所有僱員 支持陳婉嫻議員的同意 緊急陳婉嫻 張鳳署議員 谢谢大家